唐贵 要不要吃早餐我们把早餐给你们吃 我的朋友刚好在旁边他有点餐 然后他就说我要吃大饼 一师傅是解鸭子 他的应该吃什么 他要吃蛋饼 但饼 幸福的最位是什么 应该就是跟家人啊朋友 可能是跟你的愛人一起吃飯 這樣我都覺得會很幸福 下列合者為泰駝莫花 大家好 我是安妮 我今天有一個很大的驚喜給你們 我們歡迎另外一個主持人 Ran老師 大家好 我叫阮秋恆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安妮美女 跟大家介紹非常多 在台灣的新住民朋友的故事 我們也好開心喔 對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 好帥喔 真的嗎 對啊 他來自香港 然後愛上了台灣生活 在台灣開咖啡廳 我最愛喝咖啡了 台... 佩先生 你好 你不是要帶我們去喝咖啡 我為什麼約在公園喔 對 這是我剛好要上班 我現在要帶你過去喝咖啡好不好 好啦好啦 我們走啦 走啦 走 在那邊嗎 好 你又要帶你去喝咖啡 喝咖啡 喝咖啡 不要叫我大哥 為什麼 太老了 你叫我安妮 好 叫你安妮 你們知道嗎 安妮大哥 他在香港 老華比賽當第二名 是真的嗎 對 是真的 是上一年的事 厉害喔 那你為什麼要來台灣開咖啡店 其實我覺得在台灣比較漫國 當初我們兩個合國人 就是覺得香港太緊湊了 太緊張了 然後想來台灣煮一些咖啡給台灣人 然後讓他們感受到我們對咖啡的熱情 台灣很舒服對不對 因為我也去過香港 然後香港我覺得真的很緊 對 有點像 有人說香港是亞洲的紐約 紐約 應該是 然後人也很多 然後大家走路很快 每個人都有壓力 怎樣你生活了就比較不開心 你想想回去嗎 我會漫長回去的兩三個月就會回去一次 兩三個月就回去一次 因為太緊了 比去高雄還緊 那你住在台灣 你有沒有感覺你住在外國 還是你覺得差不多 只是現在已經覺得 已經就是住在家的感覺 沒有說好像在外國 你來台灣很久了嗎 我來了三年了 對不對 那你來台灣開咖啡店之後呢 有沒有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 我記得我們一開始開店的時候 為了吃我們的咖啡棟 我們的配方的濃縮的時候 我們那天好像喝了五六個小時的咖啡 已經喝到心 有點心急 不是對身體不好 對 但是沒辦法 因為這個是我們第一支 我們自己製作出來的配方 想做到最完美 對 真的很用心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也是這樣子 我也每天喝好幾杯咖啡 有時候也會這樣子 你會不會想家 想香港 其實會想家 會嗎 我一直都覺得台灣跟香港差不多 沒有嗎 但是家人畢竟都在香港 所以你家都還在香港 你想家的時候你做什麼 其實現在網路太發達了 我們只要可能打個 像LINE或是用一些網路 對啊 現在很方便 FaceTime就可以跟家人互動 然後如果真的很想他們的話 就明天訂機票 真的嗎 這麼帥 我希望我也可以這樣子 像我家人就停飛機票回去 但是你家太遠了 我家對 比較遠一點 香港的話跟台灣話不一樣嗎 對對不一樣 但是你們都說中文對不對 我們說廣東話 跟不一樣嗎 完全不一樣 那你聽得懂中文嗎 聽得懂 你從小時候都聽得懂 還是你要再學 我是來到台灣才開始學 真的嗎 我第一個叫我的老師 就是聽周杰倫的課 真的 那你因為中文不是你的母語對不對 你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嗎 有一次就是 我的同事就是叫我 問我們要不要吃早餐 我們買早餐給你們吃 然後我的朋友就幹好在旁邊 他要點餐 然後他就說我要吃大便 大便 對 但是其實他的意思不是怎樣 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要吃單餅 啊單餅 對 然後一開始我們的 因為家太多了吧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的同事有點小生氣 因為為什麼一大早老闆 就要罵我吃大便 對 但其實我們結束完之後 大家就就是 開個玩笑 然後就是 我們也講錯了 我咖啡機快到了 我們一起快到了 快到了嗎 好啦 走吧 來自香港的何景峰 三年前為了遠離擁擠的香港 決定與友人來台開設 夢想中的咖啡廳 經過不斷的努力與創新 為的就是想把自己對於咖啡的堅持 分享給台灣 讓每一位來到店裡的客人 都能細細品嘗咖啡的獨特風味 安子 你剛剛不是說你想剛才比賽 Jeromin那個辣花 對對對 你今天可以教我們辣花嗎 當然是可以教你們 但是你們要幫我開店 可以嗎 開店 開店要做什麼 我沒有開過店 就是幫忙準備一下 整理桌子啊 可能啊 擦擦擦擦 那個我可以 沒有問題 走 好漂亮喔 這邊 其實AP在台灣算是蠻有名的店 因為香港冠軍 但他上班很愉快啊 因為可能年紀相近 所以看的港片類型都一樣 所以他哏我都蠻懂的 他私底下其實是一個災難 就是他很喜歡看卡通 然後喜歡跟人家講廢話之類的 所以他喜歡亂聊天 他跟我的感覺 會是他比較像我的哥哥 沒有像我的老闆 他其實很會照顧他的員工 所以我們其實也會常常分享說 他在員工的照顧上面 他面臨什麼樣的問題 那其實他很在意員工 在這邊上班的心情 所以他對員工其實都是非常體潔的 也是很好的一個人 看一下美女 你們這邊也有吃的對不對 對 但是就有後面 你們都買甜甜嗎 還是也有什麼 意大利麵有嗎 對 乾水加餅對不對 對 所以它是香港風格 對 它跟台灣有不一樣嗎 其實蠻不一樣的 因為這一個是我們小時候會吃的 路邊的小吃 然後我們裡面會放花生薑 內乳 還有白砂糖 增加它的口感 它會比較甜 所以一定要配咖啡 一定要配咖啡 喔 那香港的甜甜跟台灣的甜甜不一樣嗎 對 所以它的不一樣 名稱已經很大區別了 因為好像在香港 我們不會叫它鬆餅 我們會叫它 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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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英文 對 窩夫 然後意大利麵 我們香港叫 伊粉 為什麼伊粉 對 就是 意大利的伊 然後加 粉 那個 然後我們會叫 伊粉 好有趣喔 那漢堡你們怎麼叫 一樣 都是叫漢堡 都是漢堡 但是三明治會不一樣 三明治怎麼叫 在台灣叫三明治 在香港我們叫三文治 三文治 還有一個就是蠻 我在台灣也蠻喜歡吃的雞腿 雞腿還是雞塊 雞腿 雞腿 然後我們香港會叫雞皮 雞皮 雞皮不是那個皮 但是不只那個皮喔 是另外一個字來的 好奇怪喔 所以去香港吃的東西 要小心一點 所以要說幾皮 伊粉 三文 三文治 三文治 好 啊咖啡呢 咖啡這麼說 差不多就是 咖啡 咖啡 這個我可以啊 咖啡 不是咖啡 咖啡 就比較帥一點 咖啡 我們今天不是要學做咖啡嗎 咖啡 sorry 對啊你不是說我們要整理念碗 然後叫我們拉花 對啊我們剛剛很努力啊 你看到了嗎 沒有看到 所以我確定今天就要教你們做 一個咖啡拉花 拉花 什麼都可以嗎 做什麼圖案 都可以啊 你可以畫我漂亮的臉嗎 嗯 我教你畫你自己漂亮的臉 好 好 好 現在就開始教你們 這麼 畫人臉 你為什麼先加牛奶 你不是要加咖啡 對 我們要畫人臉的話呢 我們會把牛奶先倒進去 然後再用咖啡的顏色 為什麼這樣畫的 對 對對對 這樣比較畫畫 對 這樣也比較好學 你有臂呢 你要用臂對不對 你要畫 然後現在我就會把他的髮型做出來 你畫我對不對 對 好 加油齁 你要很大 我抱歉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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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畫 我在你身邊都在stand by 給你比 不用不用 用那個好 來 用筆畫的話就 不可以喝對不對 對 你真的厲害 我右邊的頭髮比較多 我先給你看 你不要一直看 我先給你看 我要大概這個樣子 哇 等一下會 要側面嗎 大概這個樣子 可以嗎 我盡量畫 這樣子 這有點太大了吧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收回去 可以啊 可以可以回去 你要自然一點 但是那個睫毛 可以強一點喔 真的有點像我 哈哈哈哈 喔 你可以寫字嗎 可以啊 你寫安妮最漂亮的美女 我最愛安妮 因為安妮很聰明又漂亮 全世界最厲害 這樣就可以了 這太強了 好啦你先安妮 安妮美女好了 安妮美女 安妮美女可以嗎 嗯 嗯 哇你的字也很漂亮喔 啊你說為什麼花多 啊香港的字跟台灣的字不一樣嗎 呃看的是一樣 長的話不一樣 唉 不夠維持 好可愛喔 我可以再 我可以啊 再畫一點點 比較比較 好我給你看 這樣 好 這樣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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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唉 你畫的是這樣子 你看看畫的是這樣 好我要這樣 加油難度喔 盡量 當然喔 你第二名 加油喔 喔 耶 好可愛喔 然後可能我第一次有人幫我用咖啡畫我漂亮的臉 對 然後我們今天有兩個美女對不對 對 然後我覺得我們也來畫一下 但是我們就比較好處一點 我們來比賽好不好 我換你 你換我 然後你當評審老師 好 台灣最大美女 拉花比賽 開始囉 來我們怎麼做 好一開始我們先把 Expresso 淋上去 然後 這是一個Expresso 對 喔 我是不是很厲害 喔 要倒近一點 近一點 好 OK 老師這樣貴嗎 對 好 好 你要畫我喔 我換你喔 換你喔 好 先從咖啡社 對 前面慢慢掃 先做她的髮型 你從哪裡學的這麼拉花 對 就自己慢慢研究 你自己慢慢研究 就跟幾個我們的老 就是朋友一起 你為什麼突然要研究咖啡的 就一天起來了覺得 好了 我出學了 拉花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 不是 那為什麼 就是 滿有趣的覺得做咖啡 然後 變很開心啊 然後每天在咖啡廳上班 對 你自己很愛喝咖啡 對 蠻愛喝咖啡 就是一天喝兩杯酒要吧 你最愛喝什麼咖啡 當然是我自己的咖啡 我結束了 好 終於都完成了 老師誰畫得比較好 我先要介紹自己的周評好不好 我們不要這麼隨便 我剛剛畫藝術家 我剛剛畫得很認真 然後我們不是說我要畫蘭老師 但是我覺得蘭老師太漂亮 我不敢畫他 所以我畫我們的製作人 畫著 對 你們可以在這邊放他的照片 所以觀眾也知道真的很像 到底 揭曉一下 你介紹什麼 什麼好介紹的 沒有啦 好這個就是安妮美女 第一美女 安妮美女 畫那麼久 謝謝 她是畫得很漂亮的耶 嗯 有畫得像 她的 就是有頭髮有眼睛 你不要這麼客氣 你要說真的 真的 你媽媽沒有教你 你不可以騙人喔 沒有騙人啊 就是有 有頭髮有你 有眼睛 所以你現在要先 誰贏了誰輸了 然後我們今天有什麼 贏的人 輸的人 我就請她吃我們對你的一個 港式夾餅 剛剛那個在美女 我們看到的那個 好啊 啊輸的呢 可以吃嗎 輸的就不能吃 不可以吃嗎 輸的就幫我品嘗一下 我們的咖啡 喝咖啡 好啦 喝咖啡也其實還不錯 對 好 你想好 想好 掌頭民主 你想好 這 真的嗎 很明顯喔 這樣還要想那麼久嗎 但是我們一開始是說要 大家互相畫 所以你就離開了體育 對 老師最愛你了 所以意思是 我最誠實 但是你畫得這麼好 對對對 這是你的意思對不對 但是第一題啦 所以 所以她贏 你放玩笑嗎 安妮這兩杯都你的囉 好啦去咖啡 咖啡也很好喝 對吧 我不會能 我一點都不會能過 你去啊 老師我們去拿假餅 好 這雙刀 真的 你們好 為什麼這個好好看嗎 這什麼鬼 哇 這麼漂亮的 哇什麼 我都吃不到 老師叫的好 老師叫的好 老師這個說 這個假餅我們要怎麼吃啊 我們要怎麼吃 你要說我要怎麼吃 明明就一個人吃 老師也可以吃嗎 你剛剛沒有在比賽 你也不可以吃了 我都給他吃好了 對啊 你一個人都要吃完喔 對 好啊 這個反正真的很好吃 對不對 老師這個 這個的話是 這個是念乳跟黑巧克力 這個我好愛喔 這個巧克力嗎 對對對 巧克力 所以我就是拿著這個 然後站著 對 哇 真的太幸福了吧 你們在香港都這樣吃嗎 在香港的話我們會拿著 手上吃 直接拿手吃 對對對 然後一整個都沒有切的 直接 就這樣吃 對 然後就這樣吃 嗯 怎麼樣 你剛剛很好吃喔 它裡面有夾花生醬跟麵 對 而且好像有一層餅乾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它是那個砂糖來的 砂糖 很香 然後呢 因為那個砂糖 所以它有點脆脆的 超級 而且它這個是花生醬嗎 老師 但是我想要喝咖啡 我要喝安妮 欸你這麼這樣子 這樣不是不公平嗎 對啊 你不是老師的 對不對老師 可以喝嗎 可以 你真的不會不好意思嗎 不會啊 你這樣喝我喝安妮 你不不好意思嗎 第一名就是 第一名就是都可以 對不對老師 好啦我喝我的 嗯 我喝我們的 我喝掉安妮了耶 你真的會掉了 我喝一下 你們家的咖啡 有特別嗎 其實我們家都是 我們家我們朋友幫我們烘的 所以我們的咖啡豆的配方 都是我們自己跟 就是自己跟他說 我們要什麼味道 其實蠻特別 就是只有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的 伊索比亞 它只有一種豆子 它有一點片果酸 要烘的 對啊真的 然後它不會那麼苦苦的 對對對 因為我們烘焙的那個程度 沒有烘很深 真的有點蘋果對不對 那你最喜歡的咖啡 是哪裡出產的 我沒有什麼偏好 就是要好喝就好 但是我比較喜歡喝 用一式咖啡機 做出來的咖啡 喔 因為其實這台機器 這一個技術 我才會做這個行業 所以其實用這台機器做出來的話 我都會比較喜歡點或是喜歡喝 其實一開始 進來做這個行業的時候 是十年前 我十七歲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辣花 因為十年前可能根本就 沒有很多人會 然後覺得做這個行業好像蠻帥的 就 日行就 可以把妹對不對 對 一開始也是這樣想 但是一個都把不到 把不到 所以你現在單身對不對 二十七歲 老闆 不是 不是 會有另一半 不是單身 台灣的傳業跟香港的傳業那裡不一樣 有不一樣嗎 會有不一樣啊 就是基本 可能你開一家店 好像譬如說我們這一家店 我們投資了大概五百萬到六百萬 這個range 在香港如果要投資五六百萬的話 其實可能只有二十坪左右 可能這裡的一半而已 香港好貴喔 對 然後連租金的話也是差不多四倍 對 對 可能這裡租金的話是十四萬到十五萬左右 然後大概香港的話 可能就是直接是十五萬港幣 對 就是真的差不多四倍 那個網路上的照片 不是有很多照片 香港的家 然後真的很小很小 一個小小的傳 你也看過 還蠻小的 這是真的嗎 是真的 所以你家都這樣子嗎 我家因為我 你家比較有錢 所以你家比較有很大的 我是跟我弟一起睡的 真的嗎 你跟弟一起睡啊 好可愛喔 因為只有兩個房間啊 這是我爸媽一個房間 然後我跟我弟一個房間 香港人家通常都會怎樣 你們呢 我們家那邊都很大 都有一整棟的 你們有機會可以去我家 很大 不是有錢人 是因為我們那邊第一大 真的 你在台灣開咖啡店 你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第一個困難 應該是語言不通 對啊 然後可能你跟人家訂貨 比如說你說GP 他們都給你G的P 對不對 對 這樣很困難喔 對 然後或是找供應商 你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可能他還會跟你講台語 對我來說完全就是不可以 這是不會聽嘛 開店本來就很困難 很辛苦 對 你是外國人 你還有開店真的很厲害 對 你覺得文化上面有什麼不一樣 文化上面的話 就比如說客人跟老闆的關係 有不一樣嗎 台灣的客人比較會喜歡 跟老闆跟店員聊天 可能在香港的咖啡廳就會有點不一樣 我們很小會跟客人聊天 因為他們都很敢 滿自己的事情 對 就是可能我買完咖啡 我就馬上離開 才不會想認識你是誰 你們在香港喝咖啡 又配什麼東西吃 其實很多人以為 我們香港人喝咖啡都會配 灘塔跟菠蘿油 但其實不是 因為那個只是在茶餐廳裡面 才會出現的場景嘛 其實我們在我們就是像 我們這一種咖啡店 或是一些精品咖啡店 都很小會有蛋塔跟菠蘿油 通常都會吃比較西方一點 那在台灣呢 在台灣你覺得配什麼比較好 黑糖糕 黑糖糕好好吃喔 真的很搭配 黑糖糕是什麼 黑糖糕就是一個蛋糕 用黑糖做的 對 對 我沒吃過 我沒吃過 然後還有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豬血糕 豬血糕 對 因為其實我聽說過豬血糕其實是甜的 它一點點 因為它上面也有花生 對 你吃過嗎 我不敢吃 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其實跟你剛剛做的那個鬆餅 差不多的意思 我覺得對 這個應該比較好吃吧 其實我來台灣之後我覺得還蠻奇怪 因為我們在越南喝咖啡 也不會配就是甜的東西 你看在一個邊山喝咖啡的話 我們都是嗑瓜子 對啊 因為他們的咖啡比較甜 他們都加很多那個 醃乳啊 醃乳啊 所以他們要配 在香港幸福的志偉是什麼 應該就是跟我們家人啊 朋友 然後是跟你的愛人一起吃飯 這樣子我就覺得 就算是吃什麼菜 我都覺得會很吃 對 對 那台灣的幸福之偉是什麼 你在台灣有找到了幸福嗎 對 有有有有 對 可能有時候 台灣會就是 也是跟香港就是沒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可能我的朋友在這邊 然後可能會跟他出去啊 或是跟我的這邊的員工 或是我的好朋友出去吃飯 或是跟你女朋友 對 對 的時候我都會覺得是幸福的 對 所以就是這樣 衝起你找到幸福 何景峰在台灣開設咖啡廳 雖然過程充滿了艱辛 但人 因夢想而偉大 何景峰也鼓勵有夢想的朋友 不要害怕夢想難以達成 而是要更努力的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其實他在這邊 他要融入這邊的生活確實不太容易 在語言上面的話呢 其實他也有一直在進步當中 所以說他也教了很多台灣的朋友 像他是蠻 跟我們就是蠻常聊天 然後會問我們說 這些台灣話要怎麼說 就想說魯蛇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說魯蛇就是魯蛇啊之類的 就是他會想要了解我們的 年輕人的話語 或者是他會自己跟客人聊天 就是他有在練習他自己說話的方式 其實一開始還沒開店的時候 其實我們 我自己對台灣只是沒什麼印象 就是一個旅遊的地方 讓我放鬆的地方 但是當我開了咖啡店之後呢 我覺得在台灣 這是第一個我把自己的夢想 實現的第一個地方 然後我希望我的這一個夢想 或是這個行業 可以繼續在台灣繼續發展 在台灣這片土地的話 我希望有更多人 真的想開咖啡店的人 可以試試看像我們這樣子 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不要怕 我原本以為香港 離台灣只有一個小時而已 然後也都是華人地區的地方 所以他可能在台灣 沒有碰到很多的問題 但我錯了 今天聽他的分享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身處於在一個 完全陌生的地方 我們要克服的問題 應該是非常的多 那我覺得他非常勇敢 我覺得他選擇台灣 是一個非常棒的事情 因為他可以在這塊土地上面 然後實現他的夢想 我今天有機會認識 MSS先生 他然後我覺得 我們大家都要Follow your page 就是追你的夢想 因為他從新初開始 喜歡喝咖啡 然後就開始學老話什麼的 然後或去比賽 然後現在當這麼厲害的老闆 然後他不是在自己的國家 他還來台灣 開這麼大的 這麼漂亮的 這麼有style的咖啡 看起來他在台灣真的很幸福 面對他有朋友 也有做愛的工作 也找到了愛的女朋友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跟他一樣 加油 然後一定要追你的夢想 透過台灣與其他國家的趣味問答 讓參加的人與觀眾 都能學習到不同國家的知識 同時也能學著欣賞 彼此文化的美好之處 哪個字不在台灣的國際標籤上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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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選擇紅色 因為我每天看到一個標籤 所以我選擇紅色 因為我知道我會是台灣的 flag 對 你正確 什麼食物你吃會獲得更多的 在台灣的藍燈 藍燈 在台灣 A 蒼圓 B 蒼圓 B 蒼圓 C Rice Cake 我沒有知道 因為我試過猜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B 答案是蒼圓 A 是A 當然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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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題 泰國國旗沒有以下何種顏色 A 紅色 B 黃色 C 藍色 呃...B 黃色 是嗎? 確定 黃色吧 記得嗎? 還好 下列合者為 泰國國花 A 金戀花 B 木槿花 C 雙瓣茉莉莉 我隨便插一個好了 這我不知道 我插A好了 自己答對了 欸 可以抽獎了 抽獎 金色 謝謝 謝謝 耶